張兆輝出席劇集《黃金有罪》宣傳 劇中是一個鼓壇大亨 但原來現實生活中 廢哥對於投資股票就不是很有興趣 其實如果我再拍這個戲早些 我就肯定肯定會很審慎地去做這件事的投資 如果不了解不理解就不會謬謬言 好像戲裏面說的盲頭烏鷹去買 但現在拍完這裏後有少許知識 但我沒有那麼多時間長期看著 所以我慢慢就放下了 我覺得我自己來計算我喜歡買的物品 接下來新年和生日這麼近 會不會一家人去玩一下慶祝呢 新年安排就是離開香港休息一陣 其實說休息也是去做一些運動 去滑雪 生日本來就是在外地慶祝的 但因為監製說他好像還有一次的宣傳 我當然要回來幫忙 提前回來 否則應該趕不及四號 我應該今次就在香港生日 但我生日我沒所謂 隨隨便便自己坐在這裏 有時適合適合朋友就在一起 如果不是的話 我自己坐在這裏都很開心 太太陪著我就可以了 恭喜白床 暑年行太陽 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快高長大 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空旗 Oh yeah! Happy New Year!